说到龙时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立即来了精神 虽然它在我国的地位很高 人们都将其看得很重要 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它的真实样子 我们所了解到的龙都是在电视剧或者是神话小说里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人们都感到特别好奇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吗 而就在我们感到特别纠结时 有一则消息称 一位老汉在杂草中钓到了大龙 养了23年不舍得吃 儿子回家看到后直接傻眼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老汉是特别喜欢钓鱼的 当天他就像往常一样到河边钓鱼 但是他钓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钓到一条鱼 就在他心灰意冷想要离开时 突然听到杂草丛里传出了怪声 这让他感到很疑惑 为了了解清楚 他就扳开草丛 发现里面有一条大龙 这让老汉特别高兴 就立即将其带回了家抚养 这一养就是23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都劝这位老人赶紧将其吃了 但老人根本就不舍得 儿子回家看到这个大龙后 直接傻眼了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龙 他的名字叫做大尼 也被人们称为娃娃鱼 他是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水陆氧气动物 他的声音是很独特的 掉起来就像是小孩的啼哭声 他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很稀有 幸好老汉没有将其吃掉 如果将其吃掉的话 那就是犯法的 就等着吃牢饭了